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新的进度 就是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我们之前有谈过了文化产业 那么对文化产业有初步的一个掌握了 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来谈谈这一个它的兴起跟发展 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内容呢 是来自于我们之前用过这本书 文化全球化 这个57月到92月 各位如果你有书的话 事先阅读的话 今天我们的这个报告呢 就会更加你能够更加的体会出来 那么首先呢按照王立尔的说法 文化的遭遇跟变迁一般来讲 是通过这三个方向来移动的 也就是所谓的一开始呢 是文化的孤立 再来是文化的区块化 第三个则是文化的全球化 文化的孤立化 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在一种相对隔绝的情况之下 自己发展出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 生活哲学 以及面对世界的一种体会 那这一种一套的一整套的一种情况 各自在各自在各自的一个孤立的情况下去发展 他们彼此不相干 所以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谈五行 谈金木水火土 我们谈五色 青色红白黑 我们谈五音工商绝职语 这些东西都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是在文化孤立化之下 发展出来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 那么我们的医学是中医 跟西方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 我们把人当成一个宇宙 运转的宇宙 再理解它 所以如果有什么至爱难行之处 就意味着这整个大宇宙出了事 所以我们是通过宏观角度来医治我们的身体 跟西方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那种逻辑某种程度上来讲 有一点不一样 那当然这也牵涉到了信仰 牵涉到了生活的哲学等等 看待世界的方法 这样的差异 那文化的区块就意味了 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意味了 彼此在比较相近的地方的一种 相互的一种互动 这样的互动呢 造成了这个区块化的现象 因为彼此还是会相互的交融 那敌意升高也罢 不升高也罢 或者是所谓最后走向一种 这个相互的交融 这样的情况都会让文化的这个 特殊性或者是百分百的这种纯粹性 慢慢的有一些转化的空间 好 那这个文化区块化之后呢 接下去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全球化3.0时代的来临 所发展出来的一种 相互的融胜的一种情况 所以就会走向了文化的全球化 好 那么文化全球化的这四条路线 按照王尼尔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人类文化的区块化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商品贸易运作之下的一种转变 一种大转变 那这个大转变是通过贸易资本主义的逻辑去发展出来的 它牵涉到了制作的流程或者是思维的方法 第三个呢 是交通运输和传播方式的发展 以往并没有飞机 仅仅是陆地的这个车马 或者是14 15世纪 15 14世纪 这个之后发展出来的海洋的航行 这个船只的航行 那这个到了之后 莱特兄弟开始了这个飞机的飞行 后来商用客机的出现 这当中影响就很深远了 这个跨洲的移动 就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来达到 所以事实上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工业化 那刚刚我们已经在这个 之前有提过 工业化的发展 的确现在慢慢的 很多人力的一种移动 也是跟工业化的发展 有很深的关系 它让机器的生产 它让成本的一种预估 或者是比较利益之下的一种 外包案外生产等等 都成为了真实 好 那我们来看了 当然很快的回顾一下 工业的文化产业的起源里头的 这个技术创新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 就是按照课本58月到59月的提法里头 就会看到呢 第一次的工业革命 它是在1830年代的时候 逐渐风行起来 那么这个蒸汽 煤炭 铁矿 纺织 都是当时的主要的元素 那么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呢 是在20世纪初 那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跟电力的发明与应用 勾连在一起 那么第三次的工业革命 也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就是现在了 那么现在的一个部分呢 则是跟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了3C的产品 某种程度上来讲 数位化的内容 慢慢的有更多的结合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种资讯革命 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 看到了这个投影片呢 这个题目比较有趣 叫做工业革命与文化产业的结婚 它的一个手牵手 那它这样的一个手牵手呢 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有了很 对我们而言有很大的一个 在视野上来讲 有很大的撞击和开拓 那么第一个是印刷术和印刷业 在19世纪中开始发展 一开始的印刷量都不大 所以新闻报业跟报纸 对全世界来讲 它的影响力一开始是不大的 可是随着印刷机的发达 以及整个运输的方便 这样的一种纸张或者是所谓的新闻报业的一种发展 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就给这个对统治者而言 会对社会来讲造成了很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呢是电跟电器的产品的运用 以往日出而做日入而习 到了现在呢 慢慢的它可以讲颠覆了以往的这样的观念 在白天可以更加延长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或者是轮班 像这个部分都会跟社会的制度勾在一起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种跨洲资讯的快速传播就变得非常的真实 那么文化产业的起源 这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电 然后我很快的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这个部分呢是很快的跑出来 从1839年摄影术的发明开始 1891年电力正式应用到工业上 还有无声电影的播放的出现 以及这个1899年电报的出现 1927年这个有声电影的问世等等 都跟电影有关 也跟所谓的这个文化产业慢慢勾在一起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部分到了现在呢 就是电影汽车飞机电报电话的电器产品的出现 所以工业国家的文化已经开始改头换面 很多的内容都慢慢的整合在一起 好 那所以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巨变里头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它非常多的内容都可以讲 彻彻底底改变了文化工业 传播和资讯的相关的外貌 你比如说电视电脑电缆 卫星传输网际网络等等都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才多姿 当然有一些这个学者他也思考到 这样的资讯泛滥对于乐听人而言 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 这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现到 有些事情他可以很快的被渲染扩大 形成一种心里头的一种压力 我想这个情形在这个相关的研究当中都有提到 好 那么我们接下去要跟同学报告的就是 关于大众工业的必需品里头 有三个部门 一般来讲他的这种所谓的文化属性的一种浓厚程度 特别是明显的 第一个是交通 第二个是服饰和居家技艺 以及第三个农业产品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 我们来通过下边的相关的来跟各位做 说明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这里头的有一些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所谓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移动的车辆 这里头有脚踏车 有人力车 有这个以前的轿子 或者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叫做高速公路上面的汽车的移动 当然你还有更多包含飞机等等 这个东西都和我们的文化有关 跟当地的这种生活条件有紧密的结合 那么这样的情形是跟这个交通有关的 第二个呢 在居家技艺的部分呢 我想同学你可以通过头影片来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差异 就是这个部分 如果在座有建筑系 室内设计系 背景的同学 你就会更加敏锐的发现到 这当中在居家艺术上面的一种情况 它跟文化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 传达出来的一种效果 其实很强烈的 你比如说像所谓的地中海风 或者是日本风 或者是中国的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现代风或者是相关的 这些中国的一些古典的风格 都可以在居家的艺术当中看到他们的一些身影 那么在食品的部分也一样 它也是一样跟当地的环境食材有关 包含甚至他们生活的一种哲学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产品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些都是一个代表 就是跟文化相勾连的一种代表 所以我们接下去 就是可以很快的来到了第四章 在网尼尔这本书上头 有提到了 文化产业的全球概况当中 它做了一些初步的 它做了一些说明 也有一些反省 首先第一个是文化产业的活动部门来讲 就是媒体 那Bertrand他就认为 媒体有六个基本的功能 我们如果从最上面设一点钟的方向 往顺时中讲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媒体它的六个功能 第一个是提供论坛的功能 第二个是传递文化内容的功能 第三个是提供娱乐的功能 第四个是传播讯息的功能 第五个是监督社会环境的功能 还有一个第六个功能 就是广告促销 我想这个部分同学 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这部分当然最主要的目的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他们不可能去做慈善实验 所以广告促销对他们而言太重要了 还有这个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除了广告之外 当然订报量的高雨滴 也会跟这个媒体有密切的关系 好 另外一方面呢 不过我订阅他有提到了 说盗夜啦电台啦电视啦 图书和电影等等这些东西 在全球的规模上 其实受到了语言以及文化的限制 因为他所表达的东西 某种程度来讲 通过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所以语言一出来 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意味了 它代表了 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背景 通过镜头 或者是通过文字去表现 好 所以它的确会受到 这个若干的限制 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在1980年代以前 家庭啦学校啦寺庙啦教堂 报纸俱乐部政党等等 他都扮演着筛选分级评估传递资讯的角色 那么文化的内容则是由媒体去传播 所以他们就是指导者 或者是指引者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有慢慢去回想一下 的确当时的情形 也约列是如此 不过现在呢 情况很大的差别了 数位科技 或者是科技的数位化 让每个人通过了多重管道 面对了众多文化内容的涌现 哇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个台山倒海而来 实在是太厉害太厉害了 你可以讲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呢 在上面悠游啊 一整天都不会累 有很多很好笑的 这个短片 对你而言 这个对你而言 绝对是非常的新奇 但事实上 沉淀下来想一想 我们通过了这些短片 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 整理出什么样的一种 所谓的心得 这个事实上 可以再另外再去思考 还有 各位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谁 有那样的能力去上传 虽然我们说 他今天是非常的 可以讲是很普遍的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需要这样的设备 某种程度上来讲 一些落后国家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种文化的一种串流跟表现 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有一种 有一种倾斜的情况发生 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来讲 文化本身 它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 服事 医疗保健 食品休闲 选居家 交通 运输业等等 他们和出版品 和电业一样 通通都具有文化性 通过了媒体 科技跟商品流量的一种全球化 对于地方的认同 它的确会造成 深刻的冲击 不过 这样的冲击 按照瓦尿的说法来讲 是很不均等的 不平等的 因为最广义的工业化文化在全球各地的分配 它基本上是以一种极不均等的态势呈现出来 北美欧洲亚洲所形成的三角富裕华国家正在行使三角强权 网尼尔是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 我就把这个概念先跟同学分享 那么你可以来思考思考 那么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多或少都受到文化工业化的一种波及 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想这件事情倒是可以被肯认 也就是说文化的全球化 它的确不等于全球工业化和商品项文化商品的一种分配 它不等于 简单的讲 因为在工业化文化的全球浪淘之下 各国之间会以及一国之内的各个社会阶层当中 都存在着一种极不均等的状况 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并不是平等的互动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网尼尔他在这方面 报纸的一种态度是比较批判的态度 他认为这样的全球化 其实是复国之间特有的贸易交流而已 一种贸易交流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各位同学我们就要思考思考 我们在台湾 我们台湾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全球化当中 它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按照Wallestand 他的世界体系的逻辑 那么我们是在边陲 还是半边陲 还是在核心 也就是所谓的支配 半支配还是边陲 我们得自己思考思考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分组讨论的题目 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同学做报告 好 也一起听各位的意见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